大家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這個影片真的太有趣了 我要感謝臉書的那個英文學習團裡面的一位朋友 我如果沒記錯 你好像叫Fang 還是那是你的姓 他把這一篇呢 用打文字的方式把它整理出來 就是Generation Z 就是Z世代 其實也就是千幾年後出現的吧 應該是 就兩千年後出生的人 甚至可能要再晚一點點 總之他們現在的一些流行語或之類的 就是他們的Slang 那早就已經是我這個年代的人可能不太理解的 所以裡面有很多我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學到一點什麼 那如果你想要看這個我們臉書英文學習團裡面那個朋友 他打出來的整理出來的筆記的話 我也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如果你願意看我的影片的話 你就是用一個比較被動學習的方式 來我翻譯起來 然後唸給你聽 你用聽的用看的也就可以了 好 那麼我們就來很快看一下吧 好 剛剛的概念就是你知道這父母嘛 對不對 那名字都給你了 然後呢 事實上Lola教了父母很多東西 包括像是什麼Skincare的東西 Skincare就是護膚的啦 或者給他很多的Fashion Makeover 這裡這個Makeover的概念就是 重新打造 OK 把你的重新眼鏡換掉 頭髮換掉 我就很需要Makeover 說真的 因為我看起來就是很老很無聊 但他就替他媽媽做一點Fashion Makeover 所以他們都把它錄成影片 還蠻酷的 或是要製造成Visco girl OK 或者 什麼叫Visco girl 我也不曉得 我那個先不查好了 因為好像不是我們今天這影片的重點 所以總之叫爸爸怎麼打扮啊 或什麼的 所以他講的這個梗是兩年前的了 你看我還是不知道 好啦 算了 所以他們上一個影片講的是 有一些這個GenX的 也就是我這個GenX的一些聲音或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我們有興趣的話 我也可以做看看 但總之我們今天講的是GenZ的 The tables are turned 就是 局勢就是轉過來了 我們把桌子轉一下 所以本來你主導現在變我主導 或者本來我主導變你主導 所以大概 所以這個片語也算是生活中會遇到的 So the tables are turned 這樣子 OK 好 再聽一次 你知道什麼是sus嗎 OK 所以先整理一下 第一個字就是sus 什麼是sus 我們先聽他講完好了 I actually know this It's from the game Among Us 所以這次來自那個遊戲叫Among Us 我們做過 你可以回頭去看 拜託 我自己很懶得做連結 要是我不夠懶的話 我可能就會把它放在這裡或這裡之類的 但不管了 我沒有想要逼你回去看 Among Us就是一個遊戲 就是狼人殺 太空狼人殺 對不起 OK And it means like you're suspicious Oh you're a suspect You're a suspect Right 所以你這個嫌犯 你suspicious 你就sus就好了 還蠻酷的喔 OK You're a suspect Yeah So you and PC say it a lot You're like that's so sus Like but around not among us So okay We got one Wait did we get that? Yeah get one point OK OK yes 所以sus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是一個嫌疑者這樣子 sus 從這個遊戲來的 OK Stan what does this mean? Stan means I like you Stan是什麼呢? 所以第二個是Stan 這個是我本來就知道的 所以 Yeah OK cool 那我先講給你聽也沒關係 我們有一個詞叫Fan當然你懂 就是你是粉絲 那還有一個詞叫做Stalker Stalker的意思是跟蹤者 那很多瘋狂粉絲會去跟蹤自己的偶像 所以他們就把這兩個詞合在一起 Fan跟Stalk就變成了Stan 所以就是那個男子名Stan OK Like I like you Doesn't that come from the Eminem song? 所以他以為是 就是皮子阿姆的歌出來 好像也變沒有出來 Like the guy who was like the psycho fan of his who was like and it was called Stan 所以你看他說他對 I'm your fan Stan The teeth go cold I'm one's in white Before you're born Morning rain grinds in my window 所以哇你看這個歌 都已經是在這個14歲的小女孩生之前的歌了耶 我都覺得其實還非常的fashionable 這首歌 But I guess you know I'm outdated too 好所以剛剛那個也對了其實 OK那什麼是sending me呢第三個 我這個就其實沒什麼概念 OK 而且你要我用我大概也用不對 所以這個sending me 這樣一個片語可以當成年輕人用的用語 我實在是 我真的老那麼多 很簡單 就像sending me some pictures 你會訊息一下嗎 你會說 那個meme是sending me 或什麼 所以他說的是 That meme is sending me 所以這個迷音圖 is sending me 那他這邊 對不起喔 我這邊一直在播放跟停下來 他這裡講sending me 是makes you laugh 所以就是讓你笑 sending me is making you laugh do you get it I don't but I guess that's just culture I think Meme I enjoy it OK So I really like that Lola I love that Meme is sending me could you be sending me some more is that how I do it 所以他的用法完全不對 要我用我也會用不對的 那什麼是pressed 下一個pressed pressed pressed不是壓的意思嗎 我也會以為他就是壓 Oh yeah It's like you That's gotta be like ironing Yeah 他們以為是Ironing 的確Ironing是 什麼是Ironing 對不起 你可能不曉得 就是燙衣服 所以那個燙衣板叫Ironing board 那Iron燙 運斗 就叫做Iron 就是鐵 他事實上就是一塊加熱的鐵啊 不然你還要怎樣 OK 所以我把這裡補充一下 Iron這個詞 除了是鐵的意思之外 還有運斗 OK 運斗 OK 所以他們以為這個pressed 的確pressed這個字 還真的有出現在我們的那個 我在補習班上課的那個教材裡面 就講到說 Hotel的英文 所以如果你在Hotel 想要找人幫你燙衣服 或者你問有沒有運斗 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會跟這個 樓下的櫃台說 I like to have my shirts pressed 他的意思就是 我想把我的衣服燙一燙 所以pressed這個字 真的的確是燙衣服 那很明顯的 在Gen Z的這個時代裡面 這個字就不是了 所以他們問說 like ironing 是燙衣服嗎 我不是 OK 我們再回捲一點點 再看一下這裡 或者是三明治 怎麼會想到三明治 你知道熱壓吐司嗎 pressed OK 但那個不是 那個叫Panini 帕尼尼 你大概知道那是什麼 OK 所以都不對 所以他的意思其實是 You are depressed You are extremely irritated What the hell 所以把depressed的底去掉了嗎 大概是吧 所以爸爸試著造句 總之爸爸的造句就爛掉了 對不起啦 OK What does this mean Finesse Finesse Finesse本身其實是有 有意思的 像我們講說打籃球的人 用一個 用一個很 很有點 或覺得acrobatic的一個動作 上一個籃或之類的 例如說像很多coby的灌籃是reverse dunk 或之類的 那我們就會聽到播伴員說 Oh he finessed dunk 或之類的 所以finesse有這樣的意思 Finesse It's like your 所以媽媽的意思也是 very skilled at something 所以技術很好 或之類的 Finesse Skilled at like ball handling I feel like people finesse the truth Is it like Is it finesse like a half lie 所以這裡說的是 So finesse is getting your way in life Art of trickery 所以 OK好像也可以理解 所以finesse 所以就 會騙人 所以你都用你的方式來去達到你要的目的 所以finesse 那我這個比較老派的人 可能會用的詞是manipulate之類的這個動詞 我沒有講過好幾次 可是現在比較新一點的說法 可能你就可以說你finesse一個東西 It's like being tricky 下一個big yikes yike本身就是 這樣子 所以我猜big yikes就是把它的加強 不然還有怎樣 爸爸很可笑齁 我覺得他很可愛 我另外一集要做的是 爸爸講笑話 講一大堆爸爸的笑話 或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想 因為我自己笑的是不可 不可意識 這個 這個我自己猜了一下下 我沒猜到 但是這兩個爸爸猜 爸媽猜到了 所以 i y k y k if you care no 不是 if you care care 就不是care 所以媽媽就馬上說 yeah 錯了 no ok 所以猜對了 if you know you know 如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 就像這邊這一大堆這些 slang一樣 if you know you know 要是你知道你就懂 要是你不知道你就不懂 所以我不知道我就不懂 ok so if you know you know we used our brains living rent free it's what you're currently living rent free living rent free 這個其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片語 就是 住在一個地方然後不付房租 所以媽媽馬上就說 你現在就是在住在家不付房租啊 沒有錯啊 那我也很長的時間住在我爸媽家裡 沒有付不房租啊 再看一次 對不起 we used our brains living rent free it's what you're currently doing 對 yeah 14歲的女兒 it's what you're currently doing you're not wrong right living rent free like you're you're young and you live with your parents 好竟然錯 為什麼 所以他女兒說了 it's like it's like something is living rent free in your head 所以意思是 always thinking about that thing 你一直想著那件事情 然後他就在你的腦袋裡面 不付房租者的過者 的住者 好像還不錯欸 或者能不能套用在 一直掛在心裡的事情呢 像例如說 你在我心裡面已經不付房租住了兩年了 好像還不錯欸 能不能成為我們華語裡面的一個新的meme呢 你在我房間 你在我心裡 在我心房裡住了兩年不付房租 ok anyway like that song is living rent free in my head 所以他照了一個句子 那首歌啊 在我的腦袋中 Living Rent Free 做了一段時間 I like that Simp Simp Simp我記得我也是看過的 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甜妹子的狗 所以一些男生啊 非常的去 把女生當成女王之類的 所以女生說什麼 就好好笑 或之類的 反正就是 甜妹子的狗啦 你懂我意思 他說 小朋友都喜歡縮寫 所以他認為Simp就是simple No it's not I just don't have enough energy to type those two more letters 沒力去把另外兩個字打出來 simple L E打不出來 Nah Noddy so it's like one of my friends 所以這裡說的是 someone who does too much for their crush 所以他的意思是連男生對女生或女生對男生都可以的意思 但我的理解好像是多半只有男生對女生或許我是錯的 ok 所以那這邊講的是 他有用了crush這個字 我們看過很多次 就是你心儀的對象 所以你對你心儀的對象做太多了 好 就是我剛剛講的鐵馬子狗 對 鐵妹狗 ok so you're such a simp 這樣子可以 下一個bussin 其實像有bussing around這樣子的一種便宜 就是忙著跑來跑去之類的 ok 是有的 那像餐廳裡面有一種職位叫做bus boy bus boy不是開巴士的男孩 而是就是收那個 收碗筷的 然後他就會推一個收碗筷的那個小車子 然後收碗筷 然後把他推到後面廚房去洗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的餐廳還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職業 可是我以前剛去加拿大的時候 在課本裡面是有學到這個專有名詞的 bus boy 好這都不用補充了 來看一下bussing是什麼 bussing yeah it's how you get to school bussing tables you move things or bussing a move 他們講了一些例子 像bussing table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所以buss boy bussing a table 那他講的是 他講的bussing a move 事實上是busting a move 就是跳busting a move ok 跳個舞之類的 那 那可是 他們以為是busting變成了現代的 就是gen-z的用詞會把t換成double s 那 bussing a move yes 那錯 oh this food is so bussing like it's a good thing well 剛剛沒看到你對不起 yes no so bussing when something tastes really good fine ok so the food is bussing i don't get it but oh well ok this food is so bussing like it's a good thing well lola that was bussing and i simp you no no i'm gonna go you live rent free in my house how do we do i think you did really well i mean 好所以大概就講完了 他們說 這個女孩說他們做得還不錯 they did well i don't think they did maybe they did yeah but i didn't do well ok 他們猜對的好像比我多一點 至少他們猜出了 if you know you know這個部分 好啦所以 這邊總共就十個 我們很快再看一下sus 是among us裡面的這個嫌犯 那stan就是 超級粉絲 fan加上stalker混在一起 sending me 你還記得嗎 喔現在都有點忘了耶 喔呀死我笑 所以這個mean the meme oh man this meme this joke is really sending me cool depressed就是depressed ok 那希望你也不要忘記 iron是運動的意思 finesse 是 somebody who is very tricky ok somebody who is a trickster maybe big yags 就是yags 簡單來說變比較加強版 if you know you know ok這一個 living rent free 就是在腦海中盤旋不走 living rent free simp you suck up to the person you like ok you suck up to your crush 這個suck up to somebody 也是有這個比較傳統的說法 傳統的說法 ok you suck somebody up ok somebody is a suck up 總之就是一個 拍馬屁的人或之類的這樣子 那最後的busting 不是busting a move 這是不對的喔 對不起 我把它分開好了 busting a move 是有這樣的片語的 可是它的意思不是這一個 好 那這裡有busting好像是什麼啊 something tastes really good 想起來了 ok 希望你喜歡這個單元 或者喜歡這個頻道 那這個 它裡面有些有趣的影片 或許我可能 可以再拿出來做一做 那到這裡大概也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